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有深潜 打击能力强 自动化高等特点 不仅能用于反潜 反舰 对陆攻击 还能实施一定的战略打击任务 在设计研发时 就被认为是世界上核潜艇的领军人物 与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相比毫不逊色 其能有如此优异的性能与它的研发背景有关 亚森级核潜艇是美苏两国之间全面对抗的产物 在设计之初 苏联就以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为目标 想要实现技术上的反超和水下力量的优势 事实上 亚森级核潜艇如果能在苏联解体前下水 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实现了 亚森级核潜艇的研制计划 早在1977年就开始制定 在设计时 融合了当时苏联核潜艇技术的所有优势 舰艇的结构采用了拉长水地形 以阿库拉级为基础改进而成 所以在外形上类似阿库拉 但舰体显得更加修长 停手圆盾并且光滑地过渡到间隙的挺尾 指挥台圆壳与挺体本身为圆滑过渡 因此整个体挺的声波反射信号非常弱小 同时在舰艇结构方面 亚森级核潜艇放弃了苏联一直沿用的双壳体设计 而是采用单双壳体混合的全新设计 并且选用了钢区强度更高的潜艇钢材 其使用的钢材强度达到了1175兆帕 而美国海狼级的钢材强度也只有890兆帕 使得亚森级核潜艇在不减少双壳体结构 抗冲击能力强与浮力极佳的优势的情况下 减轻了舰体吨位 同时还具备了单层船壳噪音低的优点 这也就意味着降低了潜艇的生产成本 减轻了苏联海军的预算负担 并且艇内分有7个舱室 鱼雷舱 指挥舱 反应堆舱等 同时指挥舱内部还设有能容纳全体成员的救生室 在动力系统上 亚森级核潜艇在设计之初 计划采用热功率高达195兆帕的 KTP-6第四代核动力装置 该反应堆的核燃料更换周期长达20至30年 几乎与舰体寿命相同 与第三代核潜艇反应堆 5至7年就需要更换一次核燃料相比 基本实现了服役期间无需更换 同时相比上一代核动力 其重量与尺寸都有所减少 极大缩小了回路管境 还加装了新型安全保障系统 并提高了自然循环能力 当然对核潜艇而言 重要的是战斗前身 隐身性能以及武器装备 亚森级核潜艇的挺身两侧 总共有10个鱼雷发射管 其中有两个攻击航母的 650毫米的超重型鱼雷发射管 这种超大型口径的鱼雷命中一发 就可以瘫痪一艘10万吨级别的航母 一般常规潜艇和核潜艇 鱼雷发射管是6个 有些甚至只有4个 比如早期的洛杉矶级核潜艇 海狼级装备多达8个鱼雷发射管 可以快速歼灭3到4个水面和水下目标 而亚森级装备的10个发射管 事先装填鱼雷 可以攻击总数超过5艘的水面舰艇或潜艇 同时亚森级的导弹装置也十分出色 将其奥斯卡级与阿库拉级 这两种核潜艇能装载的导弹 给予一身 其在导弹舱布置了8具 三连装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可以使用前射巡航导弹 前射反舰导弹 反潜导弹等 俄罗斯海军现役的多种武器 亚森级核潜艇导弹的协载数量约为24枚左右 主要搭载的导弹有俱乐部3M54巡航导弹 反舰型3M55红宝石反舰导弹 以及3M45花钢岩反舰导弹 其中红宝石反舰导弹飞行速度达到了2.5马赫 采用复合导航系统 巡航段位惯性制导 末端还带有原雷达 命中精度达到了4至8米 根据发射弹道的不同 最大射程分别为120公里和300公里 而且在亚森级核潜艇的挺身上 还设有多个小直径巡航导弹发射井 可以装备最远射程达到3000公里以上的 前射巡航导弹 作为攻击陆地的战略性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 在升学系统上 亚森级采用MGK600声纳系统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 直径高达8米的 双耳冠球形声纳机阵 该机阵凭借自身球形构型 与巨大的直径带来的孔径增益 有效地弥补了先前 包括MGK540声纳系统在内 探测能力不足的缺陷 进一步加强了亚森级核潜艇的实力 得益于特殊钢材 亚森级的前身可以达到600米 与海狼级的最大前身610米相差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 潜艇的前身每增大100米 被现代反潜技术发现的概率 就会下降20% 潜艇的战斗前身达到400米以下 从水面基本就探测不到 即使偶尔被变身声纳之类的 先进作战装备发现 但也拿400米以下的潜艇 也基本没有办法 虽然现代化的反潜鱼雷 最大作战深度 可以达到海面下1200米 但那也只是理论数据 实际上400米深度 对鱼雷的引导声纳头 根本无法制导 因此对战斗前身 达到600米深度的亚森级核潜艇 能对付它的 也只有美国的三艘海浪级核潜艇 在隐身性能上 俄罗斯核潜艇采用的隐身措施 与美国攻击型 采用的措施基本相同 不过俄罗斯在 消音瓦 消磁 清除尾流痕迹 下潜深度等方面 具有一定的优势 只是由于设计 与建造工艺总体水平 还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隐身性能 也显得略逊一筹 在亚森级核潜艇的设计中 对艇内机械装置 进行了降噪设计 将主机等主要噪音设置 安装在了减震机上 采用了减震噪音效果更好的 主动减震技术 还应用了俄罗斯专门为 核潜艇设计的消音瓦技术 同时还采用了全新的 有源消音技术 配备了一种反音响声源系统 可在空气噪音较大的位置 针对该处的空气噪音特征 发出与原空气噪音 振幅相同 但相位相反的音响 达到彻底消除原来的空气噪音 实现静音的目的 那海浪级与亚森级哪个最强 毫无疑问是 海浪级核潜艇 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上个90年代 单价就高达24亿美元 在苏联解体后 哪怕是财大气粗的美国 都放弃了该级潜艇的建造计划 取而代之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弗吉尼亚级 虽然在下潜深度 航速方面的性能有所下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弗吉尼亚级有着后发优势 随着美国技术的进步 声纳系统 电子设备 武器装备等方面 还有着不小的提升 在面对普通核潜艇时 声纳和电子设备往往更加重要 俄罗斯制作的亚森级 在性能上虽然与原本设计相差无几 但亚当级第一艘核潜艇 北德文斯克号的下水的时间 与美国海浪级相差15年 曾经最强的设计 已经趋于平常 而且由于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经济萎靡不振 加上科研人员的流失 包括反应堆在内的大量核心项目 进展缓慢 在动力装置上 北德文斯克号装备的动力系统 还是改进的第三代的OK650B型核动力装置 需要注意的是 俄罗斯只是建造了一艘亚森级核潜艇 也就是北德文斯克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更像是一艘试验艇 为研制亚森M级攻击核潜艇铺平道路 亚森M级核潜艇喀山号2017年下水 挺上所有电子设备 武器系统与建造材料 全在俄罗斯国内解决 挺长121米 排水量为1.4万吨 其打击威力强 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在下潜深度 安静性能和对岸攻击能力等方面 都超过俄罗斯其他潜艇 被称为世界上最安静的核潜艇 与亚森级相比 亚森M级改进了舰体和动力系统 提高了隐身性能和航速 升级了电子战和自动化系统 增强了对更多目标的探测以及打击能力 在外形上 亚森M级配备了升级版紧凑型声纳天线 坚守形状要比亚森级的外表更加锋利 与亚森级一样 亚森M级使用野特制铝合金作为挺壳 并采用单双混合壳技术 使其在急兵区上足时可毫不费力地穿透数米厚的冰层 而自身却步伤分毫 当一枚带常规战斗部的轻型鱼雷击中挺身中部时 鱼雷除了要击破挺的外壳 还要穿过数米厚的压在水层 此时 鱼雷已经无法挺身的耐压壳造成很大的威胁 其最大身前可达600多米 使得敌方的探测装备很难精确跟踪定位 毕竟前身每增加100米 水面舰艇探测到的潜艇噪音辐射就会下降10分倍 水面潜艇探测能力也同时下降16% 反潜武器的打击能力下降22%左右 在动力系统方面 亚森M级采用了最新研制的新一代KTP6型一体化压水反应堆 同时采用了与北风之极相似的泵喷射推进系统 与采取7叶大侧鞋螺旋桨相比 其推进效率提高达0.8至0.85 在低速航行时 低频线噪音比7叶大侧鞋螺旋桨小15分倍 同时亚森M级的武器系统要比亚森级更强 在巡航导弹舱配备了8具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专门用于发射前射导弹 每个发射装置可装载三枚导弹 共计24枚导弹 该艇装备了狗马脑超音速夺用途反舰导弹 该弹飞行速度2.5马赫 末段飞行速度可降低至5米 采用复合型导航系统 巡航段为惯性导航末段为有源雷达制导 根据发射弹道不同 最大射程分别为120公里和300公里 其动力装置包括冲压式空气喷气发动机和固体加速器 控制系统为高抗干扰性多通道雷达导引头和惯性导航系统 扮上装有目标指示资料链接系统 可实现自主发现和攻击目标 能够独立对目标危险程度进行分级 并选择和实施攻击战术 亚森M级挺的挺体两侧 军装有4具533毫米夺用途雷达发射管 可发射UGST-80UGST-90等型号鱼雷 其中UGTS-80型鱼雷全长7.2米 发射重量为2.2吨 弹头装药量为300公斤 射程达到了25至40公里 作战深度500米 UGST-90型则是性能更先进的鱼雷 最大作战深度650米 或许俄罗斯也会将3M22 高时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装载在亚森M级核潜上 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 最大突防速度达到了9马赫 那亚森级M级核潜艇 与美国的福吉尼亚级核潜艇相比 哪一个更强呢 毫不客气的说 亚森级M级与美军现役的核潜艇单挑一对一 亚森级可以说不畏惧任何一个对手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福尼吉亚级核潜艇的近海作战能力强 可以两栖作战 这是亚森级M级核潜艇不具备的优势 加上美国的信息化作战系统 要比俄罗斯更强 所以在体系作战上 还是美国核潜艇更领先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